熱血製造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被重案組拘捕 包括阿聰 阿聰就是馬丁的主持 大家應該認識他 另一位手足是十多歲的手足 現在大概情況是 阿聰和那位手足正式檢控 明天早上大概是九點半 明天是 明天九點半會在荃灣法院一號停 就上庭 現在就告我非法集結 他說事隔半年 但我也覺得奇怪 我問過他們 就是徵詢國律政司的意見 所以對我提出起訴 比較細節一點大概就是 我另一名手足 以及另外有幾名不知名的人士 事完非法集結 另外我們今天同一時間被捕威手足 據我所知暫時是告三條 是兩條的非法集結 即是同一時間在這個博覽館 就是因為在不同的範圍 各的一條非法集結 再加上一條是拒捕 一條是拒捕 明天早上九點半 就會在荃灣法院提堂 上庭一號停 大家明顯看到這一件事 今天這個拘捕 明顯是一個秋後算帳 因為其實是雨傘革命秋後算帳 都不是 甚至是九月一號半年前 所以大家看最基本的一件事 就是現在香港政府 為了打一些異見的聲音 它是用盡所有的方法 基本上是無恐不用其極的 但即使是這樣也好 我們都是堅持這件事 就是我們是要勇武抗爭 無謂無它下去的 阿聰你做了些甚麼 用黨或者喊兩句口號 現在喊兩句口號 喊兩句口號 你再說兩件事 說一說 很簡單 其實在說警方 又或者是政府當局 對於抗爭者的打壓 都不是始於今日 只不過現在更加變滿加厲 在講背面前 舊漲都翻出來 那接下來 尤其是近日 關於反水貨客的行動 就是越來越緊密 接下來321號 對 不單止321 其實你可以預視到的 就是在各個飽受水貨客困擾的區域 我相信會更加多的居民 和市民會願意站出來 如果你問我 我相信警方是擔心 會有更加多人士 去嘗試做一些抗爭的行為 為此才會加強打壓力 但面對這個狀況 正正更加 無論是正在看的各位 又或者是身體力行 已經出過你 那麼多位 更加不應該 因為政府加強力度打壓 你就退縮 當然做好保障自己的措施 但是抗爭是未完的 亦都不會那麼輕易就完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做你認為對的事 好 那大家加油 我們明天再去這個全安法院 然後這樣 對了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